祝福的长河 源头是爱你的神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以西节书第29章 这一章是天赋对埃及的审判 同时也交代了埃及受审判的主要原因 千年以来 埃及千年都倚靠着世界第一长河 尼罗河而发展 天赋所创造的这条河 为埃及孕育出丰盛的产业 但法老王却以为都是自己的功劳 甚至仗着尼罗河的优势 成为以色列的心头大患 让我们一起来读 以西节书第29章 以西节书第29章 第十年10月12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向埃及王法老 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埃及王法老啊 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 你曾说 这河是我的 是我为自己造的 我耶和华 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夹 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灵甲 我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灵甲的鱼 从江河中拉上来 把你并将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 你必倒在田间 不被收敛 不被掩埋 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 空中飞鸟做食物 埃及一切的居民 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帐 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他们用手持住你 你就断折 伤了他们的肩 他们倚靠你 你就断折 闪了他们的腰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使刀剑临到你 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剪除 埃及地必荒废凄凉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为法老说 这河是我的 是我所造的 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 使埃及地从瑟弗尼塔 直到古时境界 全然荒废凄凉 人的脚 受的体 都不经过 四十年之久 并无人居住 我必使埃及地 在荒凉的国中 成为荒凉 使埃及城 在荒废的城中 变为荒废 共有四十年 我必将埃及人 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列邦 主耶和华如此说 满了四十年 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 我必交埃及被掳的人回来 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 在那里必成为低伪的国 必为列国中最低伪的 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 我必减少他们 以致不再挟制列国 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 所倚靠的 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 便思念罪孽 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领到我说 人子啊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 攻打泰尔 以致头都光秃 尖都磨破 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泰尔 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他必掳掠埃及群众 抢其中的财为掳物 夺其中的货为掠物 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 我将埃及地赐给他 愁他所孝的劳 英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当那日 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声 又必使你以西节 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天父说 埃及王法老啊 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 你曾说 这河是我的 是我为自己造的 天父指责法老因为骄傲 变成了尼罗河里凶猛的鳄鱼 亲爱的朋友 其实我们的生命中 也有一条尼罗河哦 我们的事业 成就和各样的祝福 都未留成了这条长长的河 所以我们也要彼此提醒 永远谨记这条河的源头 是主 是爱我们的神 做自下的祝福 相信当我们常常敬拜神 是伟大的造物主 就长出一颗谦卑敬畏神的心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赐下许多丰盛的产业 在我的生命中 未留成大大的祝福 我要将一切的赞美和荣耀 都归于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天天喜乐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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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